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沙元首访问爱芬银行总部 沙拉月土著咨询工程师培训中心 进入最后的选址阶段 沙拉月有能力面向发达区域转型的挑战 牧中省发展局官访泰国 斯里阿曼成为2024年沙及马来西亚日 庆典东道主 2024年婉转古镜 Wadabakuchin将带来鼓舞人心的体验 欢迎收看9月4号星期三的乌凯斯华语新闻 你好我是小芬 沙元首Dun-Bahin Street-1990 以及元首后Doubhan-Fauzia 昨天参观了位于敦拉萨教育中心的爱芬银行总部 沙元首抗力昨天上午一抵达 就受到爱芬银行主席拿督阿吉尔抗力 以及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拿督望拉兹里抗力的热烈欢迎 沙元首及夫人参观了爱芬银行的多个部门 首先是位于一楼的爱芬吉隆坡分行 和爱芬黄市投资银行分行 随后他还参观位于41楼的爱芬银行主席 拿督阿吉尔的办公室 并进行了30分钟的交流 期间沙元首也在访客名册上签名 参观了阿吉尔的办公室之后 接着元首也出席了Affin Deventium 私人银行的推介仪式 并被获增了两本书籍 那就是《对话对敦姑永恒思维的思考》 和《马来亚的城镇》作为纪念品 最后元首康利也和爱芬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 一起共进午餐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烧拉月图著咨询工程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目前是来到了敲定合适地点的阶段 中心主席伊万祖尔卡南表示说 这一所培训中心的主要目的是 这位旗下的工程师提供培训 同时也作为一个研究中心 和测试实验室中心 他今天在沙古福大厦礼茂拜会沙总理的 特定一带居阿bang Johari之后 就对这个记者表示说 预计建设项目在获得批准之后 那目前沙老月正处于有力的地位 以应对从发展中区域向发达区域转型的一个挑战 沙副总理纳都阿玛沈桂贤表示说 这种强势的地位是拥有共同愿景的 沙领导人的一个共识 也就是希望沙老月能够成为 经济 科技 社会和环境领域的领导者 对此他说 沙老月政府现在重要关注的重点 就是通过接触新的科技 以及加强年轻一辈的教育来发展人力资本 沙老月政府一直在拥有高兴的教育 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登场的2024年TrisFest开幕一室 由古静南市市长拿督黄洪胜代表出席 那兼任杀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 沈桂贤就表示说 少岳月政府现在已经采取了额外的措施 以确保学生都能够做好踏上全球舞台的准备 同时培养他们应对全球商业及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领域的准备 目前少岳月地区拥有东马最多的Tris实践者 培训他们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一个最好认识的方法和效果的方法 在变成这些挑战的方法 是使用Tris 或是The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这方法是由一千多的工程 都资金与科学技术工程 都资金与科学技术工程 代表团尤沙副总理兼牧中省发展局主席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率领 同时还有两名的国会议员 七名沙立法议员 以及牧中省政府部门官员随行 星期一访问团就到达了曼谷附近的两座农场 那就是Talatai和Otoko 以及当地著名的食品市场来做参访 Talatai是东盟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拥有大约10万个经销商 而工厂的位置就在Patun Thani 占地101公顷 每天要处理大约12000吨的农产品 日销量甚至是到达了2.9亿泰铢 折合马币的话大约是3700万令吉 星期二访问团继续前往华布里府地区的 BetaGrow科研中心进行参访 这里同时也是经过ISOIEC17075认证的 食品和动物检测实验室 那为了更深入了解泰国的椰子产业 行程当中也包括了参观位于 立批府的泰国椰子有限公司 以及它的加工厂 但是目前泰国国内生产和出口高品质 椰子产品的领先企业 那明天访问团将继续参观 Chokchai、Saiton和Punawapan农场 斯里阿曼省被选为2024年少月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办地 沙教育创新级才能发展部长兼 2024年少月马来西亚日庆典负责部长的 拿督斯里罗伦沙家就表示说 这个庆典将从9月14号一直进行到16号 那主要的四项主要活动就包括 9月14号早上11点在斯里阿曼民事中心 举行的其他宗教感恩日活动 他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报告说 第二场活动则是在9月14号晚上8点 在斯里阿曼河边公园的爱马来西亚演唱会之 《团结一致》Segulai Sijalai的演出 那接下来感恩仪式是9月15日下午5点半 在斯里阿曼清真寺展开 那至于第四场的活动就是9月16号 早上10点在斯里阿曼室内体育场的马来西亚日集会 那到时除了沙元首康利是座上宾以外 沙总理阿邦族哈利和夫人 布安斯里 拿督阿玛 祖马安尼 以及少拉越内阁成员也都将参与其胜 其具代表性的年度活动 婉转古镜What About Kuchin 将在今年10月份盛大登场 这也是少拉越文化活动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篇章 婉转古镜已经进入了第六届 是庆祝少拉越丰富文化遗产和创意精神的主要平台 沙旅游创意产业绩表艺术部长 拿督斯里阿督卡林表示说 婉转古镜233场的活动 将在古镜各地展开 为在地的民众和游客们 带来非常有趣多元的文化体验 那整个月份 这个活动将把整座城市 推上艺术和文化的主要焦点 Kalaukita Lee had an event in me 如果这些活动都没有展开 这些活动都没有展开 这些活动都没有展开 讓他們展示 我們永遠不知道 從那樣的經驗 它們會帶來更高 那樣的才能 那樣的才能 我們會一直在那裡支持 昨天阿杜卡林在2024年婉轉古境 慶祝藝術文化和生活方式 新聞發佈會上也樂觀地表示說 婉轉古境可以成為新一代人才 在藝文界取得更高知名度的 還有能見度的墊腳石 他說整個10月將是12月 最忙而熱鬧的一個月份 此外他也對這個活動的號召力很有信心 相信到時將會吸引來自 不僅是新加坡 還有世界各地的遊客到訪 但是這個月這個月 是一個很忙碌的 一個很忙碌的 因為我們有生日日 我們有生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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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生日日 他會有生日日 我們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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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們有生日日 我們有生日日 所以這個月會很忙碌 我們有生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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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233 每月一天 你能想像嗎 今天新聞的最後 為你送上灑總理2030年生態友好交通願景的宣傳影片 感謝你的收看 olharWuKes所有的社群媒體平台 同时也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UKAS.strawat.gov.my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Dijangkakan menjadi sistem transit awam pertama di dunia menggunakan bahan api berkuasa sel yang akan bergerak di atas laluan khas ART menjadi pusat projek sistem pengangkutan Bandar Kuching KUTS yang bermula dengan fasa 1 meliputi jarak 70km di 3 laluan laluan biru, laluan merah dan laluan hijau di Greater Kuching PERHIMATAN BAS HIDROGEN DAN ELEKTRIK BAS HIDROGEN diperkenalkan pada 2019 merangkala BAS ELEKTRIK pada 2021 di dalam sistem pengangkutan awam bandar di Kuching BAS-BAS HIDROGEN dan ELEKTRIK ini juga alternatif hijau untuk para penumpang yang mempunyai kesedaran alam sekitar di samping memberi kemudahan kepada para penumpang harian Stesen Pengecasan Kenderaan ELEKTRIK bakal dipasang di seluruh Sarawak bagi mengurangkan pelepasan karbon dan menggalakkan lebih ramai rakyat Sarawak untuk memiliki kenderaan elektrik setakat Ogos 2022 terdapat 20 stesen pengecasan awam di Kuching Dengan kepimpinan Premier yang berwawasan Sarawak akan menjadi peneraju di peringkat nasional malah ke peringkat global di dalam pelaksanaan pengangkutan mesra alam Visi Premier Frama Maju 20-30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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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